猫的疫苗多长时间打一次 苏鹏,职业寿医师 猫的疫苗分为预防猫咪和之间的传染性的疫苗和狂犬病毒的疫苗 接种疫苗是维持猫咪身体健康的有效方式 建议每年加强接种一次 这是因为接种疫苗之后 猫咪可以产生相关的抵抗力来对抗病毒 而抗体的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所以说当抗体数量比较低的时候 它们就会失去这种抵抗病毒的能力 猫咪之间就会出现传染疾病的风险 所以说需要定期进行注射疫苗 可以有效防止一些常见的病毒进行发生 狂犬病毒疫苗主要用于预防狂犬 同时狂犬病毒还有可能会感染传染给人 给猫咪接种狂犬病毒 可以给宠物主人一个相关的保障 宠物接种疫苗之后 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食欲不振 有些可能会出现呕吐 轻微的腹泻的情况 但这种情况一般只会持续一到两天 一般超过一到两天之后 它们会自行恢复 但如果精神食欲确实特别差 众人情况也需要带去医院考虑 看是否还存在其他潜在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